好,現在回到公司了 準備開展了BTS的部分 首先,就先下載了一些背景 有一部份的背景就是來自Edan的iPhone 咦?他有沒有代研手機? 就來自他的手機 另一部份就是來自助手或經理人 幫他用相機拍了一些B-roll的背景 因為這次Edan不是參與了全部的部份 那就集合我自己幫他拍的影片 看看這次的影片有多少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之前的影片 就知道其實有多少影片 就代表要看多久 情況不太樂觀 拉過去 只是他的影片有1小時011分鐘 糟了,為什麼這次這麼多? 平時我幫他剪的MV BTS 影片的大約有1.5-2小時 但就是剪一條10分鐘的影片 好啦,加油啦 現在影片已經下載好了 我們還有一樣要下載和做的 就是要下載他的MV 和熟讀他的歌和MV 都是在Youtube那裡 用Youtube下載的下載而已 因為我想Edan和他的經理人都很忙 如果我問他們呢 可能又要多夾幾天之後我才拿到 那大家一段時間都不用看到這條影片 好,那現在就看電影了 我自己剪自己的影片也要看電影 但是剪別人的影片 看電影就要更多的時間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我當日拍攝是不會再長 但是看MV的時序 和你真實拍攝的時序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像他第一條MV那樣 E先生的MV的第一個照片 是晚上來的了 但是真實的拍攝時序 第一個照片當然不是拍夜晚 他們是拍海灘、石灘的照片 所以我就要靠看電影 才知道真實那天的拍攝時序是怎樣的 然後第二就是因為BTS的影片 其實是很零散、很碎的 就是不像我們平時拍的影片 有稿、過場、交代的東西 所以就中間很可能會有些電影會沒有了 或者某些時間會沒有拍到 所以我就要猜一下 那個時間大概是不是發生了這些事呢? 現在剪掉了一定不出的東西之後 剩下的時間是17分鐘 我們平時剪片就是最主要看這個 有人說話或者有聲音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氣服 所以我們剪片都會看著這個氣服去剪的 就是這個位其實是靜了的 我多數就會剪掉這些位 整條片其實有很多 說話和說話中間是有些停頓的 這些位置我剪完之後 就應該大概是23分鐘了 現在這個步驟就要再細緻一點 篩選一些片 而這個篩選的過程 不是就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好少一點就留下 對Youtuber的影片的篩選方法 跟對明星的影片的篩選方法 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Youtuber的影片 通常的受眾是大眾的 所以相對上 你要剪到影片非常緊湊 可能每一刻都很有趣的 對事多於對人的 但是明星的VLOG又不同 因為她的受眾大多數是粉絲 所以有時候你剪明星的VLOG 都要有多些粉絲心態 對人多於對事 所以我初期去剪Edan的影片的時候 都要看多些粉絲 才知道她的粉絲 究竟喜歡見到她什麼的一面 所以剪她的影片最重要就是 把她最帥仔 最搞笑 最有趣的一面 就放進去 還有她跟其他人的互動 其他人可能是Mira 其他成員 都是我發現粉絲很喜歡看的 所以這些東西 應該放進去 就是粉絲會看得最舒服 最開心的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她的channel的thumbnail 全部都是她的帶頭 我剪她的thumbnail 只有一個圓陣 就是剪得她的帥仔 但是我自己的thumbnail 可能會是多一點反應 表情 可能是說那件事多一點的 但是她的那些 完全不用 她帥仔就可以了 剛剛剪完過first color 現在的時間呢 就是12分41秒 那我的頭部呢 就還沒弄的 通常我就會拿她這個前皺來做開場的 所以我通常一開始 我首先放openning 然後可能就進去拍攝的部分 然後這樣間著間著去到最後 那整個結構呢 就差不多搞定了 step 3呢 就是加彈幕 做graphics 或者有時候做片頭 但是如果是剪BTS的話 就是相比平時vlog 可能會多一點人看 如果我有時間 都會去做一個新的片頭 好像小孩星啊 買Apple Pie那些 我也是故意再做一個片頭 尤其是小孩星的MV的片頭 就是搞了很久 還要大家看看 我最後有個小孩星的位置 逐筆逐筆地寫出來 因為這個手寫的那個圖 我是沒有原本的檔案 那所以呢 我是要留下了 然後用很多方法 才可以逐個逐個筆畫地 mask出來 所以那個片頭是搞了 一至兩天左右 但是那時候有時間啦 那現在沒時間呢 就做些簡單一點 這一部分已經做好了 然後呢 就意味著 要... 哈哈 來了啦 在來了之前呢 我們要加一些 每一條片都會有的東西的 加完片頭呢 就加那些字啦 大家有看我自己的片 我就是... 喜歡用什麼粉絲 就是什麼粉絲 喜歡什麼顏色 就是用什麼顏色 就不會理會它的 consistency的問題 那但是 它的vlog啦 它的channel 那我也想一些東西 更加 consistent 所以我就定了幾隻顏色 還有幾個最主要的粉絲 那我就看了 它的channel本身呢 是常常擁有藍色的 OK 那它應該是中熱藍色的 我就選多一隻 可以比一個黃色 或者橙色 那再加一隻 不是太... 角眼的顏色 我就選了灰色啦 所以這三隻顏色呢 就做了它的channel 最主要的那三隻顏色 平時的影片呢 都有一個intro 還有一個end screen的 它的intro呢 就是這個啦 但是今次因為是BTS 那我就自己弄了這個 那今次就不用用到那個片頭 那end screen呢 就要加回去啦 然後就是跟我去上班的這個logo啦 OK OK 好了 那到實際去加些什麼字呢 Youtuber呢 通常有稿的說話 他們說話通常有很多目的性的 譬如說話說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那為什麼呢 就點點點點點點 所以當我們加淡膜的時候 只要將這些字 變成一個重點的字 那就OK啦 但是vlog來講呢 就其實不會那麼有條理啦 因為好像 你跟朋友說話 很多時候都是廢話 那所以變成了 在上soup下這個位置 花的時間 和心思都會耐很多 因為我要去想 究竟它那一刻是做什麼 然後去配上一個字給它 又或者是看它的反應 根據它的反應呢 是去加些什麼effect 讓它那一下 它會更加可愛 還有那些淡膜的style呢 就是我自己的 可能是飛來飛去 但是它的vlog呢 我全部都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就是不會動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想 觀眾的眼睛 放回它的印度 蛋膜就真的好像調味料 幫它加一點點東西就OK啦 那我本身呢 因為沒有人看嘛 那所以我就要 那些蛋膜呢 飛來飛去啊 那才可以catch到大家的眼球 還有呢 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它的片 會出現很多不同人 很多不同的女主角 還有它妹 不同的導演 膠戰的成員 MIRROR的成員 還有妝化服啊 它的同事都是會出現的 那這些人呢 我本身都未必會認識的 其實它都未必知道是誰 所以在它的vlog 裡面有出現的這些人呢 我都會做一點點 research 看看他們之前有沒有合作過啊 那我更加了解他們的背景 那我剪的時候 就更加好發揮一點 就是可能大叔的愛的花水 那時候是很喜歡炒 Ethan和Ancelor的CP 當然大家喜歡的東西 我就多放一些 還有它很喜歡跟它的化妝 和設定的同事說話 所以我都要認得 哪一個打哪一個 大家去看的時候 令到它的片 更加有追看性 好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也要繼續剪片了 如果這條片專心搞的話 應該... 三個全日都搞得完的 好了 可以努力了 還有大家可不可以訂閱這個頻道呢 因為你一讚少少 就到這個 8萬訂閱啦 就可以成為這個 8萬訂閱的Youtuber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Cri اشترك Cri 刀 李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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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